这是电影中最强的六条机械手臂 第六名 电锁手臂 它是来自未来地球2107年 它是一个时间旅行者 所以它的手臂采用了地球未来的技术 科技感满满 来自电影史诗2 第五名 跌血手臂 该款手臂采用了穿戴式设计 两条机械手臂通过人体脊柱进行连接 手臂灵活性极高 操控起来如同自己的手臂一般 手臂性长臂展超过两米 使得打击的范围更广 来自电影 跌血战士 第四名 东宾手臂 东宾的第一条手臂是太合金打造 力量感极强 第二条手臂是正经打造 相比第一条手臂性能提升不大 但价格却贵了很多 第三名 则是所有机械手臂中 机械感最强的一款 在真人快打世界观里 人类的科技是非常先进的 第二名 章鱼机械臂 这是奥托博士发明的 高级智能办公辅助机械手臂 最初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战斗的 而是在科学实验当中作为辅助的小工具 后面没办法 实力太强 直接当做了武器 第一名 环太平洋机甲手臂 为什么我把它排到第一名 很明显它与其他的手臂 有一个巨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大 很大 特别大 一条手臂上百吨 几层楼那么高 随便一发脉冲激光炮 就能造成成蹲的伤害 眉毛边把老钱